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篇和以赛亚书经上的话 在你面前有思想 求你来把手赐福 让我们在你的引导当中 来体会你所给我们的话语 谢谢主的恩 听我们的祷告 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来读诗篇第17篇 我们先把诗篇17篇读一遍 一个人读五节 耶和华 求你听闻公益 侧耳听我的音律 求你留心听我 这不出语 诡诈 嘴唇很大 看公正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 你在夜间见察我 你熬练我 却找不着什么 我立志叫我口中 没有过失 问到人的行为 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 自己亲手 不行强暴人的道路 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 我的两脚未曾滑跌 谢谢主耶稣基督 神阿我曾 求告你听听地理 求你写出你奇妙的慈爱来 求你写出你奇妙的慈爱来 你是那用用手拯救头号你的 脱离起来攻击它们的人 求你保护我 即使保护眼中的同仁 将我隐藏在你的翅膀的印象 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 这是维困我那害我病的臭 他们的心被持有包裹 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 他们维护了我们的脚步 他们更远要把我们推倒在地 他像狮子一要抓住 又像暴装狮子 就复在暗处 耶和华修理起来 前却迎敌 将他打倒 用火刀救护 我命脱离恶人 耶和华修理动手 救我脱离世人 脱离那旨在金凶 有福分的世人 你把你的财宝 充满他们的祝福 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 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起码 诗篇第十七篇 这是一首很特别的诗 因为这一首诗篇 跟诗篇第七篇 还有以后我们要读的 二十六篇跟三十五篇 这四首诗篇都是一个相似的诗 那么诗篇第十七篇 它这些相似是什么 相似就是这个诗人在祷告的时候 这是写大卫的祈祷 他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敢看不出来他有任何 觉得自己在生命当中有任何的污秽 有任何的不觉 有任何的不满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诗 就是这一首诗 如果你去读的话 我们直觉的思想会觉得是这样吗 比如说 他说第三节 你已经试验我 你在夜间见察我 熬炼我 却找不着什么 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 然后论到行为 我借你的话自己谨守 那么第五节 我两脚踏定了你的路径 我的两脚未曾滑跌 那如果我们用人的思想来思想的话 那么一到五节的情境 我们是不敢在上帝面前说的 对不对 我们不敢在上帝面前说 上帝啊 那你听我的祷告 你听我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 所以我们不敢像上帝这样说 我们怎么敢像上帝说 上帝我们的话是没有诡诈的 我们不敢这样说 我们也不敢说 你试验我 见察我 熬炼我 那找不找什么 那上帝如果试验我 熬炼我 见察我们 对不对 那如果你读诗篇139篇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那么我们 我们所行的一切上帝没有不知道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读诗篇19篇的话 你就会看到说 人在上帝面前 还有引而未现的罪 对不对 还有任意万为的罪 所以如果你读17篇的时候 就会觉得 哎呦 这种祷告 我们不太敢这样祷告 我们不敢在上帝面前说 你来考察我 来熬炼我看看 看我到底有没有什么过失 那么这些 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思想 我们就觉得不可能的事 我们不可能做这样子的祷告 不可能做这样子的祷告 所以这一首诗是一个很特别的诗 这很特别的诗 这一首诗 它的最要紧的一节是在15节 15节 至于我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这是一个关键 关键 就是说这一首诗的祷告 它是在一个 一个氛围当中 一个情境当中 一种生命当中的祷告 那如果不在这样的一个情境 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 我们不可能做这样子的祷告 这个叫做意中 意中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意中 意呢 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在信耶的时候 我们容易懂的 因为我们信耶的时候就知道 我们是借着基督 我们借着信 得以被称为什么 义 所以因着信 我们被称为义的时候 我们的最多得了赦免 得了赦免 那么我们在基督里 那么一切 我们都被洗劫尽见 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种被称义的生命的话 而且这个生命也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生命 那么我们就要在基督里相信 这个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 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 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冲突点 因为我们无论怎么样想我们自己 我们都不能够去说 我们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 对不对 圣洁没有瑕疵的 如果我们无论怎样想自己 我们总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 那我们总会想到自己 并不是一个那样的一个完全人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 对于称义来讲 称义的部分 人常常在讲到称义的时候 那一个义多少还是人的义 而不是神的义 不是神的义 人的义是什么 人的义还是某种程度的相对性 相对性 就是说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不过上帝赦免我 我是一个会犯错的人 不过耶稣为我付了暑假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不过耶稣可以使我刚强 是不是 其实我们讲称义的时候 比较多的情境 我们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称义 这样的一个称义 就是我仍然是软弱 仍然是有许多 许许多多的不好 但是因着上帝的恩 所以他称我为一个义人 那么诗篇十七篇 主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也要知道 称义不是这个意思 称义不是 称义是什么 称义是在上帝面前 是已经是圣洁没有瑕疵 这个是写在以福所书第一章 以福所书的第一章 我们读这些的时候 比较会想象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 从第三节读到第七节 三读到七 我们继续读一下三到七 愿颂赠母会议我们 主于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里 从赐给我们 添上各样属灵的福祭 就如神成创于地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 成为圣洁的教师 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指数所祈愿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的 这一段话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颂赞归于我们的父 因为他怎样 他在基督里 已经赐给我们 天上每一样属灵的福气 每一样属灵的福气 那么第四节就讲到这些福气 第一个就是他拣选了我们 他已经在创立世界已先 就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所以这个是 在上帝的计划当中 在上帝的作为当中 已经是成就的事 那么让我们在基督里 就已经是一个得儿子的名分 我们已经过犯得以赦免 我们已经在一种恩典 这个恩典是什么 是一个圣洁 使我们成为得了一个圣洁 没有瑕疵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 讲到称义的时候 讲到过犯得赦免的时候 那么刚才我要强调的就是 人的观念就是 你犯过的罪不算了 对不对 人的观念只是这样而已 就是你的罪得以赦免 就是上帝说 好 你犯过的罪不算了 你对人的亏欠不算了 你对上帝的亏欠 都蒙基督的救赎都赦免了 那我们比较多的时候是想的是说 我已经赦免了 但是我还是我 那这不是称义 这不是称义 那么我们得到的一个称义的生命 是义在我们心中作王 那么如果我们还是用这个原来老旧的生命 老亚当的生命 去面对这个义作王的生命 我们是胜不过罪的 我们仍然在肉体的挟制当中 我们仍然是会犯罪的 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 它是使我们圣洁没有瑕疵 是给我们一个儿子的位分 儿子的名分 是神儿子耶稣自己的那一个生命 那一个生命 所以因着有那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 才能够真正的圣洁没有瑕疵 所以第十七篇 诗篇这样的诗篇比较少 因为这样的诗篇很少 但是也写在这里 就是要提醒我们 要提醒我们我们所蒙的恩有多大 我们所蒙的恩 不是单单那个罪得赦免的恩 而是有一个新的生命 新的位分的恩典 这个新的身份 新的位分的恩典是什么 就是在上帝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所以这个是靠着信才有的 就是你能不能相信你在上帝面前是圣洁没有瑕疵 你能不能相信是上帝借着耶稣 使你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你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在当中感恩说 天父我是在你面前 你看我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而且我也真的是圣洁没有瑕疵 所以这样子你要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才能够读诗篇 十七篇 读十七篇 所以我讲诗篇十七篇 为什么先讲第十五节 因为这是一个义的 义的形象 义的生命 义的盼望 所以至于我 我在义中见你的面 所以这一首诗是在义的里面 去跟上帝祷告的 是在一个被上帝所称为的义 就是神的义里面去祷告 要记得不是人的义 不是人的义 人的义还是相对的 人的义还是在当中讲是非对错的 上帝的义不是这样 是上帝就把那一个生命给我们 那么在我们的里面 得了一个在上帝眼中 在实质的 实质的在当中被称为义的生命 义的生命 那这一个义的生命是什么 这个义的生命就是新天新地 我们所拥有的生命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 常常会有一些拦阻 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 所以我们很难去想象 在新天新地那义的生命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新天新地义的生命是什么 你能不能去想象 你现在无论怎么思想 无论怎么查验你自己 你都很难想象自己是一个 完全的没有罪的人 这样能够理解这些吗 就我现在想我才很难想象 像我是这样的人 对不对 可是将来在新天新地 我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新天新地 常常能够理解 理解不清楚 因为我们还是这个 常常受这些干扰 所以还是会想说 将来新天新地 会比较会这样 会那样 对不对 因为我们很难用一个 全然的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去想 全然的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 所以我说这不是很一件 这是一个信心 所以第15节要告诉我们 至于我 我在义中见你的面 记得义是新天新地 彼得讲的 有义记在其间 然后什么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子 就是我醒了的时候 我醒了的时候 醒了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醒了的时候 在先知的话就是护火 知道吗 护火 比如说我几个例子 但以理书最后的时候 但以理书最后 那么天使就跟 天使就跟但以理说 你去睡 你安心的去睡 对不对 等你醒来的时候 这些就归算给你 意思就是说 但以理你活到很老了 那现在你可以安心的什么 离开这世上 对不对 那就是睡着了 那么你醒了 就是护火的时候 护火的时候 所以圣经用这个醒了的时候 来讲护火 来讲护火 那所以他这里就讲 等我护火的时候 我就可以建造了这样的一个实质 知道吗 所以我就心满什么 护火了 现在我用这样的一个期盼 来看待自己 将来在新天新地 我护火了 这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护火的身体 护火的身体 护火的身体 护火的身体得数 知道吗 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盼望 在使徒信经里面 有没有 肉身护火 并且什么 永生 你们知道 肉身护火 或者是身体得数 是什么意思 身体得数 肉身护火 就是我们将来得到一个 圣洁没有瑕疵的我 知道吗 不是只有那个灵 是那一个我 这样 这个肉身不是只是形体的肉身 而是一个真正的可以居住在 上帝的义里面的圣洁没有瑕疵 真正的圣洁没有瑕疵 不是现在这个我 知道吗 现在这个我 你看这个皮肤就老化了 对不对 然后咒文就很多 然后觉得好累 是不是 所以现在这个我 现在这个我是什么 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 这个是会朽坏 对不对 会衰残 是不是 会什么 玷污 所以我刚才讲 为什么我们 我们自己不会用诗篇十七篇 这样祷告 因为我们会玷污的 我们会衰残的 我们现在是会朽坏的 对不对 但是将来我们得了一个得俗的身体 是一个荣耀的形体 就是这个 圣洁没有什么 瑕疵 十五节 我有点问 有时候大卫他执着你 有时候醒的时候 看见你的形象 看见这个很值得是上帝的 不想 这个执着一个形象的话 那不是变成一个 我这样怎么办 不是 因为 这一个 这个形象 从大卫这里写是看见你的形象 我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这个形象 是一个 是一个荣耀的形象 而这个形象是不仅是我们看见 也归算在我们身上 也归算在我们身上 就好像当时耶稣对门徒讲天国的时候 就说呢 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会看见 对不对 所以耶稣就在变相山上 让门徒看见荣耀的身体 记不记得这一段 所以看见荣耀的身体以后 门徒怎样 门徒的一个反应只有一样 我们在这里怎样 真好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真好 这样了解吧 这不是偶像宠派 这个是一个说 我上帝要给我一种生命 一种生命 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 可是我们这个新造的人 因为在这个会玷污 会朽坏 会衰产的身体里面 我们常常挣扎 知道吧 我们是不是常常挣扎 对不对 那我们也不觉得自己 认罪了以后 就是那样的无罪 虽然我们相信 最多则赦免 可是我们还是 知道自己的软弱 是不是 但是有一天 我们真的可以 在那个意当中 知道吗 所以我先用这个 跟大家提醒 就是我们常常讲 在上帝面前 被称为义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心思 还是觉得 我只不过是 罪得赦免 我只不过是 过去的这些不好 都不算而已 那就很可惜了 因为这样子 我们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在一个 一个担心 谨慎害怕当中 但不是这样 真正的意 是在上帝面前 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所以那个意叫做什么 叫做真实的荣耀 真实的荣耀 那我们现在 在灵里面 已经在基督里 可是我们的身体 还没有 所以这个 我这个人 目前还有一个难处 是我的身体 还没有得俗 好 这样先明白这个 那我们就回过头 来看第十七篇 所以第十七篇的 祷告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的心 如果真正在上帝的意里面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祷告 就上帝 你已经给我一种生命 这个生命在你面前是什么 是可以像你 那样的亲近的祷告 可以知道你的意 第一节 听闻你的意 那么求你听闻那个意 是从我的口发出来的 我本来没有意 但是你使我成为意 所以从我的口 就发出来那个意 而这个意 是一个没有诡诈的 没有诡诈的 那么第二节 那么你可以在当中 发出你的审判来 那么你可以在当中 来查看一切的公证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来到这一个 审判的主面前 知道说 我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 我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 再来 你可以在上帝面前说 你已经试验我的 你已经检查我的 你已经熬炼我的 所以这一切都被你自己 一切所熬炼过了 所以你找不找我有什么样的错 那么论到人的行为 论到你所说的话 我在当中谨慎遵行 那么我未曾跌倒 所以记得一到五节 是一种义当中的一个生命 然后这个生命是因着信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 坦然无惧 这样了解吗 坦然无惧 然后第六节到第九节 第六节到第九节 就是求主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 我们是这样义的生命 但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一直这样 所以说主啊 你要保守我 你要保守我 那么我会跟你祷告 你要保守我 你要向我第七节 向我显出你奇妙的词案 你要用你的右手 就是你的大能拯救我 因为我投靠你 所以当仇敌攻击我 你会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眼中的同仁 就是你一个身体里面 最敏感 最软弱的地方 知道吗 对不对 你的眼睛只要掉一粒沙 就怎样 受不了 是不是 所以上帝你要保护我 保护我 用那个最细腻的保护来保护我 然后呢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象 就是你用 用那个全能的爱 眷顾 来眷顾我 那么 所以任何想要欺压我 想要围困我 想要害我的仇敌 都不能够胜过我 这是第六到第九节 求主保守 第十到十二节就说 那么呢 有那些恶人 恶人是什么 他们的心被子油包裹 心被子油包裹 就是说这样子的人 冷酷无情 在作恶的事上 冷酷无情 然后呢 他们的口说骄傲的话 然后呢 他们用他们的权势 想把我们围困 想把我们推倒 他们像狮子 用他们强而有力的 在当中想把我们吞吃 他们也像那个少壮狮子 躲在暗处想找机会 所以这个就讲到 我们在世界上所面对的恶 知道吗 所面对的恶 那么第十三节到 是又说 你要起来 将这些仇敌打倒 用你的刀救护我 脱离恶人 所以六到九节讲 上帝你要保守我 十三节讲 上帝你要拯救我 脱离这些恶者 然后再来十四节 就讲到 那么你 让我脱离这些恶者 恶人是什么 十四节很特别 恶人是讲什么 你不要以为恶人是那些 做那些坏事的人 知道吗 事实上认为做坏事的人 看到没有 求你用手救我脱离 世人脱离哪些人 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 你知道吗 这些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就是只追求今生 我们现在基督徒最大的难处之一 就是我们面对的世界 是只追求今生 这就是我们的非常大的难处 我们一直在当中 被这个潮流压着走 你的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念书 因为大家只追求什么 今生 你为什么辛苦的工作 因为大家只追求今生 所以你不在当中心情的工作 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学习 你就会怎样 你在当中没有办法谋生 没有办法过日子 所以你发现他这里讲到恶人 是讲到对我们属神的义人 逼迫的人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 不要去想那些所谓的邪恶 是那些作奸换科的 不是只有这个 其实最大的压力 其中一个是什么 是那些 仔细看 你看 旨在今生有福分的人 你看 这些人是怎样 追求世上的财宝 追求世上的儿女 然后把他们的财宝 就可以给他们的孩子 他们就心满意足 知道吧 你说 如果你单单读这一点 你不觉得这是一件邪恶的事吗 是不是 他不是 从人看不是一件邪恶的事啊 对不对 他努力工作啊 他努力赚取啊 他得到他的财富啊 是不是 不是 然后他又希望把这些财富给他的孩子啊 那你说他抽在哪里 对 所以这就是 所以这个诗篇 你不要用一般的角度去想 他是在讲上帝的义 知道吗 在讲上帝的义 不是讲人的义 如果我们讲上帝的义 我们就知道 任何拦阻我们 以上帝的义为义 都是恶人 要接受这个观念 知道吧 任何拦阻我们 以神的义为义 在上帝眼中就是一个恶人 或者是在上帝眼中 就是上帝不喜欢的人 上帝不要的人 这个观念从创世纪一开始就 就告诉我们 我再讲一次 只要一个人在世上 他拒绝了上帝的义 或者他不以上帝的义为义 想要建造人的义的话 跟上帝就是为敌的 知道吧 我讲几个例子 第一个 第一个 该隐跟亚伯 对不对 该隐是种地的献地 亚伯是牧养的献养 对不对 上帝说我不喜欢该隐 那该隐就生气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以人的义 想取代上帝的什么 义 知道吗 上帝是看重人 以他的义为义 但是人不是 人看重的是 以人的义为义 所以人看重的是什么 人看重的是 在这事实上 我应该努力 有好成绩 我会努力 我有好果效 我会努力遵行 我有好的这个 好的那个 好的那个 对不对 大家都应当认为 这样子是什么 好 这个叫人的义 知道吗 问题就是 当人以这样为义 的时候 记得可怕的事是什么 不以神的义为义 上帝的义是什么 上帝的义就是 你要把上帝给你的 当成最好的 但是我刚才讲的 如果我们以人的义为义 我们就会把 上帝给我们的 拿来跟别人做什么 比较 比较 那我们觉得合理 对不对 我们觉得合理 懂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 例子 你的孩子上帝给的 他的孩子也是上帝给的 对不对 假设一个弟兄姐妹的孩子 也是上帝给的 结果呢 他考第一志愿 你的孩子呢 最后一个志愿都没上 那你觉得怎么样 以人的义是什么 以人的义一定是考第一志愿的 那个才是好 对不对 是不是 但以上帝的义是什么 你考第一志愿也好 你考最后一个志愿 你考不上也好 都是最好的 你接受吗 你不能接受 但是不是勉强的接受 是真心的接受 这才是信 信得过就是这 是你信得过上帝 但是人的义是什么 人的义不是 人的义是 只能信得过现实 你能信得过上帝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会说 你看现在高中都考不上 以后怎么办 对 所有不信的都是恶人 所以圣灵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叫我们为罪 自己责备自己 罪是什么 因为不信 不信 就是不信 没错吧 记不记得 罪就是什么 第一个罪就是什么 因为他们不信我 耶稣讲 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对不对 所以我说四篇十七篇 是一个非常要紧的 你的心能不能用四篇十七篇 祷告 如果能祷告你就知道 你在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义里面 是上帝给你的 但是我还是说 这不是我们可以 因为除非我们在基督里 除非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才可以知道说 对 上帝你给我们的是最好的 记不记得十六篇讲 论到神的圣名 他们又没什么 又善 对不对 你能够说 那个考第一名的又没又善 你说对 对不对 那个考最后一名 还不念书的 他也又没又善吗 你不敢说 是不是 所以我说十六篇跟十七篇 它是在一起的 所以讲到一个情境 是对一个在上帝的义当中 是上帝成就的义 所以我刚才讲的 圣经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这个观念 比如说雅各跟乙嫂 对不对 那么乙嫂 你知道乙嫂跟雅各 我问了每一个读 雅各跟乙嫂生命的人 我就会问 如果你要交朋友 你交谁 乙嫂 对不对 因为这个人怎样 阿萨利 正直 对不对 不记恨 是不是 然后呢 对你有什么意见直接讲 是不是 雅各呢 诡计多端嘛 对不对 是不是 了解吗 所以要知道这个就是 我不是说雅各这个人好 其实圣经用这个来告诉我们 人的义跟神的义 人跟神 因为当人以自己的 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以神的义为义 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讲的 人为什么不信耶稣 因为要立自己的义 所以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会讲 来我来看圣经 对不对 对不对 其实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我的义 知道吗 圣经的义合不合怎样 我的义 所以这个使徒行传讲 就是大卫被圣灵感动 写下来的话 十六篇也是大卫被圣灵感动 所以大卫跟上帝的关系够的时候 或者是上帝在旧约拣选一些人 让他被圣灵感动 被圣灵感动的大卫 所以他才可以知道说 自己的记忆当中 自己人生的经历当中 有许多的丑陋 丑陋不堪 对不对 都不敢先出来讲的 是不是 但是呢 在上帝的义里面 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所以他才发出极大的赞美 那这个大卫洗了这个诗评之后 他以后再也没有犯错 当然会再犯错 当然会再犯错 这个只是 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基督徒的那一个真实的盼望是这样 就是说 让我们在跟上帝的灵连结的时候 我们感到那真真实实的 新天新地里面生命的盼望 是这样的一个盼望 完完全全的以神的意为意 那我们会不会经历这样 会 如我们信的过神 但我们的难处是什么 我们在世界的挣扎当中 常常不是全然的新的过神 有打在那个群组上 就是李哥说 上帝的认为上帝给的是最好的 那如果只是不会读书的小孩 这个例子我觉得是过得去 但是有些例子是很严重的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父亲 在美国很多父亲可能会性侵小孩的 那怎么对那些小孩讲这件事情 说他的父亲是最好的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最好 在基督里 所以我们讲最好的 不是用别人来 当我们讲到说 不是他的父亲是最好的 是上帝用这样的带我们 使我们能够 能够在生命的经历当中 去体会 去连结于基督那一个最好 所以对人来讲 他会觉得 我现在的难处没有解决 如果现在的难处解决是最好 对不对 是最好 但是如果对一个信的人来讲的话 现在的难处有解决也好 没有解决也好 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我能不能知道我已经在基督里 所以如果我已经知道我已经在基督里 所以现在临到我的事 就跟保罗讲的 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 知道吗 保罗是不是这样讲 是不是 神若帮助我们 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你去想 这就是那样的一个意义 人能把我们怎么样 你说人能把你杀了 人能把你怎样了 对不对 但是保罗说 但是保罗说 就算人把我这样 又怎样 理解吗 杀身体的不要怕他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是知识 知道吗 是一个心 所以十七篇 我才跟弟兄姐妹讲 十七篇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跟十六篇是连结在一起的 十六篇讲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将我撇在阴间 是不是 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这个是讲复活 是不是 这样我们一定复活 十七篇继续讲一个复活 一个活的生命 一个在上帝的意中的生命 就是我知道 我有一种生命 是上帝 借着耶稣基督 已经给我的恩典的生命 就是我是一个完全人 在上帝面前 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人 了解吗 而这个生命 不是记得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人一定说不可能 你怎么是这种人 没错吧 因为我们对人的认定 是根据他在这世上的过去 我们对人的认定 是根据这个人在世上的过去 一直到现在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 新造的人 记得新造的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你在上帝面前是一个新造的人 上帝看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上帝看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上帝看你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人 就是以什么 过都变成什么 新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信 才会在这样的一个心里面 心里面 那我还是说现在我们 我们还没有完全 我们在灵里面完全 我们在心里面可以这样 但是我们还有一样 最要紧的还没 就是什么 身体怎样 得赎 身体得赎 所以等到我们身体得赎 我们就在整个人是全然的 神而你的自由的荣耀里面 我们就在那自由的荣耀里 好 讲到这里 这是让我们欢喜快乐 为什么 因为到新天新地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知道吗 所以你会不会担心你的老花眼 你会不会担心你的胆子小 你会不会担心你还这样还那样 记得都不会了 因为你就是一个上帝的孩子 在上帝眼中最尊贵的 在上帝眼中最荣耀的 在上帝眼中你配得一切的 知道吗 牧师那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讲说基督徒与子相处 那我看另外一个基督徒 应该是看他救生命 还是看他新生命 我们希望看他新生命 如果他有 可是我们看到都是救生命 所以我们就要祷告 我们希望让别人看到的 也是新生命 我们仍然存一个盼望 好 所以这就是四篇十七篇 记得 我刚才再讲一次 你信得过上帝给你的是 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吗 你要说我是一个新造的人 这新造的人就是圣洁没有瑕疵 就是耶稣那样的生命 那就是在义的当中的生命 记得是神的义 也是在新天新地的那个生命 知道吗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思想 不要一直老是用这事上去思想 知道吧 你看这一篇 我特别提这一篇 这一篇是一个非常要紧的 你看 如果你读这一篇 你会发现说 这样也是恶人 看到没有 这样也是恶人 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 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什么 恶人 我现在感觉 你现在福音有点痛苦 我去世人痛苦 那个有灾难 只有在今生有福分 只在今生有福分 所以这就是耶稣讲 你赚得 只在今生有福分 就让你赚得全世界 不能因为那种 就是我在今生有福分 我感恩吗 不要说 我一定要遭受到一些什么 灾难才是符合上帝 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要思想 我们一定要记得 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就是 今生上帝给我们多少福分 我们都感恩 知道吗 多感恩 少也怎样 感恩 因为今生我们经历所遭遇的 毕竟都是什么 短暂的 自战自轻的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 我们现在遭受的是自战自轻的苦楚 对不对 将来才是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这个很重要喔 因为有一天当我们老的时候 我们疾病缠身的时候 我们在当中这个自力衰退 这个觉得自己好像 每天都等着见主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有这个信 才是要紧的 好 所以这就是这一篇的一个特别的 记得这一篇要跟十六篇连一起 讲的都是其中只有一个情境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大会因为他比较有智慧 他容易有这种圣灵 有这个体会 有这个经济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好不好 是不是这个 比较有智慧的人 也不是 比较谦卑的比较容易 比较谦卑的 比较软弱的 上帝会让我们的心谦卑 什么时候容易谦卑 一般都是软弱的时候 难处临到的时候 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 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 但是我们的心说实在 真的是这个时候比较容易谦卑 是不是 没路走啊 所以我刚才一直跟大家强调 这个叫做人的义 知道吗 人只有在人的义破掉的时候 才会去想上帝的义 要不然我们还是想立自己的义 知道吗 所以诗篇十七篇跟十六篇 记得这两个诗篇都放在我们的祷告里 我们的祷告就是用这个祷告 就是上帝我感谢你 你已经这样看定我了 所以在信心里我也看定我是这样的人 是你所赐给的 是你所赐给的那一个美好的 是你所保守的 你看他这里讲 你会看顾我像眼中的什么 同仁 同仁 可是我们看哪个弱势 群体他们很软朵 可是他们为什么都得到提升 这个我就不敢说了 因为他们的心里面 对上帝的那样的一个思想 不太是我们能够 也不一定 上帝的恩在当中 好那我们把这些都放在心上 那比如说 我们把这些都放在心意 自己订阅上 我也想看你 把这些都放在心里 带来 视频 知名 by bwd6